我 九二共识 打钱 这是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之后 大陆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玩笑背后是大陆网友对九合一后 先进走红的一些岛内政治人物 蓝皮绿骨的担忧 同样 在大陆一家以年轻用户为主的流行视频网站 先当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采访的视频中 大量的弹幕留言是 又要来大陆骗钱了 建议不统一就免谈 大陆喜提天价水果 白眼狼 回想两岸关系这十年来 从马英九时期的热到蔡英文时期的冷 从两岸实现大三通大陆旅游团大规模赴台 到太阳花运动 两岸服貌协定被高挂 大陆网民复杂心态的形成真非一日之寒 如大陆和台湾民众之间 因习惯不同而引起的误会 有的根本是无心之师 也会被炒作成差异 大陆游客因此被污名化 自社媒体人尚后知曾评论说 不以客为尊 不把客人当客人 不满足客人的需求 只管狗眼看人低 是不可能发展好观光的 陆客走了 东南亚又凭什么非要来不可 好空气就留给台湾人自己享用吧 千万别浪费了 台湾时评人邱毅还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些人一方面在大陆挣钱 一方面在岛内又支持台独 反对服貌 这类人尝到了两面的甜头 他们的两面手法往往仍达成名利双说的目的 因此乐此不平 这类吃大陆饭砸大陆锅的两面人的暴露 更让大陆网民对台湾政治人物多了一份警惕 一位多年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分析说 民进党上台后 南安关系交恶 当年不管哪多哪少的 到今天真正发现红利没有了 明显感到了痛苦 以前肚子扁扁也选阿扁 是因为肚子没真扁 今天老本吃光了脑子也就明白了 对大陆朋友来说 那些对我九二共识打钱的调侃 那些对大陆老当冤大头的吐槽 骨子里是对两岸高质量统一的一种期待 两岸统一的未来 不能留给那些身在曹营 心在汉的两面人空间 统一大业需要时间 我们更需要有耐心 两岸曾经高度对立 还有部分人强烈反中 争取民心是一个长期的 可能要经历多轮反复的过程 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岛内那个环境下 都很难有大开大合的魄力 而大陆不是 更何况时间和主动权 完全在我们一边